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在列蒙古厄尔多斯东盛区 然后呢 我现在打算出发去包头的那个春坤山 对春坤山 我本来打算先去包头市区的 但是后来就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感觉市区就是城市里边开着车进去吧 而且里边没什么好玩的 所以我就不进城了 今天直接去春坤山 今天的天气是灰蒙蒙的 昨天的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很大了 今天早上我去一家早餐店吃饭的时候 老板听我说之前想去包头嘛 老板就是尔多斯稳定人 他就告诉我说包头的治安不好 尤其是火车站的一带 然后说尔多斯的治安是最好的 呼和号特的话比包头好一些 反正让我一路注意安全 这儿有一家加油站我去看看油价多少钱一身 好像说到这边很多油站都是三块多一身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是三块多我就加 这边我看好几家加油站是不是价格差不多了 上次我一朋友在哪加的三块五 三块五毛五 那帮我加满吧 三块八毛九我们那边的中国石油差不多贵两块钱 我不知道油价不一样 反正在中国石油一般没有优惠 因为二十多是银油 因为二十多是银油吧 那如果到了呼和号特的一间呢 五块多 五块多 就五块多了 只有这里便宜 这里是不是全内蒙古最便宜的地方 油价 差不多 二十多 这是我加过最便宜的油 我朋友他加了三块五毛五也是带二十多 但是我不确定他在哪加的 还送一瓶玻璃水 这种要自己买多少钱 五块到十块直接吧 好的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二字号收费站 到达收费站注意减速 在这里就像刚刚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 家家户户至少都有两辆车 要不然出行不方便 妈呀 感觉这个风好大呀 我觉得我的车身刚刚都在晃了 这是不是很风 而且我这个车本来车身就轻 才1.5吨 哇这里有个大货车 出车祸了 行走左侧车道 太像人了 翻到沟里去了 所以这旁边都堵车 即将左转 请沿达拉特路 继续行驶11公里 当前道路限速70 哇堵了这么长的队 而且都站到这边到来了 刚刚我是看那个大货车 有一半翻到那个沟里去了 然后那个雕车在那里把它雕起来 估计这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那个大货车要弄起来估计还要挺久的 这里就是达拉特切 这应该是一座工业的城市 这左边有很多大烟囱冒着白烟 还有500米 就高头城区了 这里就是黄河收费站了 这个是人工啊 不好意思 我要走ETC 这里是人工 我要走ETC 这里是人工 我要倒一下车 可能 不用倒吧 这个是ETC还是人工 还好后边没车 到达收费站 到达收费站 注意减速 那个ETC不能走啊 这也没人啊 这也没人啊 他都没那个 这个ETC 请言210活道 继续行驶3.7公里 刚刚那个ETC 它的杆一直开走 然后后边车一直按我喇叭 然后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扣我的钱 将经过黄河大桥 全长800米 然后后边的车一直按喇叭 您已进驻包头市青山区 包头在内蒙古算很有钱的 仅次于厄尔多斯 这里就是包头市旧渊区 给大家看看这边 城市介绍 开着车 然后一路边走边看 后霸隧道 你好这里没有ETC吗 微信行吗 那等一下 谢谢 这里的民居有点杖势特色 这就是辽阔的内蒙古 哇妈呀 这道好好看 马银3354 到达收费站 注意减速 你好 微信可以吗 稍等一下 你们这种是否一段一段都是15块 这一级都是15 哦 车会站的工作人员说311省道 这属于一级路收费15块钱 路况确实挺好的 感觉跟有的高速公路差不多 而且这边车也不多 这个路况确实挺好的 现在走的是线道了 去春葵山景区的线道 哈哈 小本币 农袋 稍等 今天